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晚的天氣報告 我是何俊傑 今天天氣繼續比較差 在雷達圖像上面見到 在珠江後世面 路徐徐徐都有黃色這些比較強的雨區形成 向東移動 數過香港 尤其是新界地區 偶爾帶來一些大驟雨和狂風雷暴 在中午時分在丁九附近 甚至有水龍卷的報告 去段到四點半 香港大部分地區今天落得超過30毫米雨量 而在大埔、石江和打姑嶺這些地方雨勢更加大 雨量超過150毫米 看大範圍的衛星雲圖 今天整個廣東沿岸受於對流雲團覆蓋住 天氣比較差的原因是否低壓槽繼續在這些地方徘徊 和低壓槽相關的活躍西南氣流 不斷將水氣帶到廣東沿岸 有離雨區形成 我們現在的情況明天也會繼續 在電腦的渾雨預報圖看到 在我們附近明天也有不少趙雨的發展 今晚和明天的詳細天氣預測 我們計會在多雲有趙雨和狂風雷暴 雨勢有時會多大下降 氣溫是25至29度 吹和緩至到清靜的南至到西南風 初時離岸間中吹強風 波長燃燒天也有好轉的趨勢 隨著高空反氣泉增強 我們計劃之後的兩三天 趙雨會逐漸減少 短暫時間會見一些陽光 最後看看大家 明天仍然可能有大雨出現 大家出門的時候 記住留意最新的天氣消息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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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